老車排除白煙就怕恐怖加重 讓蔡政府喊出要在2020年 加嚴老舊機車排放標準 沒想到惹出迷怨臨時喊咖 擊殺的政策還不止這一項 原本規定2021年機車要全面加裝ABS 也因為民眾憂心成本增加又暫緩 總統蔡英文說 事前政府鎖定的政策引發立委不滿 基本上這個政府連一個政策 好不好評估都沒辦法評估 這個蔡政府真的超級誇張 事前不好好評估 民眾反對之後又把它推給全朝 我不知道這個政府在做幹嘛 人民怎麼敢相信它 化解民怨2019年開始 新車加裝ABS政府補助4000 裝CBS補助1000 並且鼓勵這些安全設備以後可以變成全配 但車行老闆還是有憂心 那現在空污絕對不是摩托車的問題 因為現在改到噴飾五旗已經是連污染了 所以改下去我們台灣大概幾十萬會失業 是民生必需品 所以大家都需要的摩托車 不過對於業者反映政府行政程序複雜 連蓋章都要好幾個 總統蔡英文也釋出善意 韓話會檢討監理戰所需文件 讓程序更簡化 東森財經新聞中心妍高子堯 台北採訪報導